我覺得我現在挑選的特質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能力要比我強 第二 你們猜對了 肯定是為女性 第三 能夠教我一些 彌補一些 我一直找一些互補性 對我能夠在將來施政 在這個各種議題上面能夠協助我的 最後一點是盡量減少政治的色彩 因為我覺得老百姓已經厭倦政治人物 應該在最短的將來就會公布 昨天民意基金會有一個民調說 48%的民眾不支持您獨立參選 你怎麼來看 我覺得現在民調的問卷都有問題 我的獨立參選的目的 是為了要整合三黨 在整合的過程中 今天問出一個問題 問卷剛剛裡面看那個 我們這個市長的主委就講 他們都不相信民調是真的 對 那我今天呢 我上個禮拜在台北市 前天在新北市 計程車公衛司機的李堅士 公衛的40週年 200桌 我從新竹的藝民廟 參加神租比賽完以後 然後回到台北 200桌在新莊 結果呢 200桌 我敬酒了快兩個鐘頭 他們喊出 你們去看畫面 你們媒體都有知道 後來我看到主流媒體通通剪掉 那麼我只有講說 媒體都應該有良心的 你們也都看 那你們被剪掉 你們為什麼 那我沒有辦法 只有找到自媒體 自己去發聲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真實的反應名義 一個新聞機構 要讓老百姓看到真實的現象 而不是一開始就站在 這個 對哪一屆候選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是說 我今天呢 獨立出來參選 我再三強調它是個過程 過程中 我不笨 我也不傻 所以我保送民進黨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媒體 開始對我輪番式的攻擊 我現在是 綠色的媒體對我攻擊 藍色對我也攻擊 為什麼 你們敢登記的話 我覺得你們回去 那我就以後再接受你們的訪問 不然我以後再也不接受你們訪問 因為你們去接受 你們民意跟黨意 然後告訴你們老闆 告訴你總編輯說 這個能登那個能登 不是 你們不是真的反應主流民意 我要說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說 今天呢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如果我不出來 那過程 民進黨反而會穩贏的 現在呢 我是唯一一個候選人 是中華民國派 我不受美國控制 所以美國不喜歡我 我不受 中國大陸國台辦控制 所以中國大陸也不喜歡我 中華民國為什麼要受人家控制 我大聲說是中華民國 大正在金門和平學 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 兩邊政府坐下來談 我最近馬上在成立公司 兩千萬美金過去 我們就成立一個真正的行動機構 邀請跨黨派 跨族群 跨世代去討論和平 大家就說我是台獨 賴清德 綠色媒體辦 賴清德兩次邀習近平吃飯 這就不算台獨 我站在中華民國立場 去邀 對岸坐下來談 我就叫台獨 這什麼邏輯我不知道 好啦 藍綠媒體都在攻我 表示我是不受美國控制的人物 我也不受中共國台辦控制的人物 中華民國要走出來 我73歲了 從我書生那一天 中華民國就被中美兩個強權控制我們 我們要走出這條路來 所以我現在正在走一頭比較困難的路 但是這樣才可以保持中華民國主體的完整性 這第一個我要講 第二個 我現在曉得 我不是 我是媒體 跟北友大家有用意的 某一個黨的候選人 我就不要講 背後的總幹是說 民調是900萬就可以買一份民調 那 我身邊的選民 我那天在台北市 200桌的新北市的計程車公位 講唯一支持郭台銘 我跟他們問講 拔拔拔 跟他們問所有的問題 他們把他們心聲都說出來 可是呢 你們媒體呢 就沒有 我問他們說 你有誰接受到民調 幾乎沒有人 因為他們說 我每天開車怎麼會接受民調 所以真的民調不能撤出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呢 這些市場的攤販 起早爬晚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一般人 我的選民都是隱姓選民 大部分都不善於表態 所以我最後講說 民調的部分 那問卷的製作也是一樣 你這單問一個說 郭台銘獨立參選贊不贊成 不會讓賴清德躺著選 我有那麼笨嗎 我有那麼傻嗎 對 我目的是協助賴清德嗎 我這一輩子跟賴清德 只見過一次面 就在金門和平宣言那一次 我的唯一目標就是下架民進黨 下架賴清德 讓換黨執政 換人執政 這我唯一的目的 你認為我那麼笨嗎 所以你問一個問題是說 你支持郭台銘獨立參選嗎 讓賴清德躺著選嗎 我絕對不支持 但是這是過程 讓我連熟到一定的程度 再來我要談 台灣現在面前除了和平問題 是經濟的議題 請問您剛剛說要 等一下 我要講 經濟的議題 我想說 在台面上其他幾位人物 有誰這一輩子賺過錢 有誰替自己賺過錢 有誰 他們都在花政府的錢 花政府的錢 輕鬆愉快 大家問我零到六歲 國家預算哪裡來 我相信 從預算 我 我過去以前 我的一個 應該講 我不要講名字好了 南北一個 這個 我後來跟我們群上合併的公司大老闆說 告訴李登輝 他說 他說 南部交給他管 那 政府效率可以增加百分之多少 成本可以降低多少 政府的這個花的錢 我們防疫的八千多億預算 計程車司機 公衛告訴我說 3年沒有輸 政府一毛錢補助都沒有 我覺得他們哪有不會憤怒嗎 他們公衛為什麼不會說 唯一支持郭台銘 就是希望 我能夠把經濟搞好 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 在疫情期間 他們都沒有收入 為什麼台北市 新北市這兩個計程車司機公衛 會出來挺我 沒有別的 他們希望一個經濟把經濟搞好 他們收入更好 疫情期間 那麼多預算都沒有到他們手裡 這一些都是不公自破 這一些有做在民調裡面嗎 所以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 你們都是 我講過 你們放下你手上的工作崗位 你們也是一般老百姓 你們有一票 你們自己要曉得 我為什麼跟里長 到每個地方去幹基層 因為我他們才是主流民意